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一些地方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运行雪上加霜 一方面财政收入大幅下降 而另一方面刚性支出无法缩减 那么如何才能缓解基层的财政压力呢 7月6号出版的2020年第27期《料望周刊》 为我们梳理地方财政困难的破解之道 专题采访了很多财税专家 他们指出 地方财政困难由来已久 2019年财政收入和支出比低于50%的成分有23个 而疫情则让这一矛盾更加突出 但也正是这样的特殊时刻 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迎来了进一步调整优化的窗口 专家分析指出 地方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级政府 视权支出责任和财力不相适应 要想解决问题 就要在清晰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市权的基础上 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以实现财力与市权的匹配 专题建议 要用好用足地方政府债务这一措施 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结构 为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赚制定风险应对方案 当然在确保三保支出的情况下 能从多大程度上缓解基层财政困难 关键取决于经济复苏的情况 必须把好钢用到刀刃上 尽管新冠肺炎的疫情让国际资本流动放缓 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却迎来了新一波的高潮 7月8号出版的2020年第14期环球杂志 带我们走进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开放之路 今年4月1号 中国证监会取消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外资股笔限制 这意味着外资可以100%控股券商和基金公司 扬言于加速落子布局 中外金融机构近身肉搏 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中 如何提升效率和竞争力 防范金融风险需要审慎有序 专题详细介绍了保险业银行业 是如何引入活水过滤污水的 指出要以改革促开放 有理有节有度有量 吸取一些国家超前无序开放引进 而引发的市场混乱导致金融危机的教训 以强大的金融体系为支撑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更快实现